中央电视台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马龙许心来争夺亚洲锦标赛的男子双打的 冠军 那么这场男双下半区的半决赛呢 其实从整体上实力 双方应该在伯仲之间 因为高宁和杨子呢是一对老搭档 很多年了活跃在国际拼弹的赛场上 延安周宇呢 他们俩呢配合时间短 另外年轻选手呢 他对双打的理解和解读能力还是相对差一些 更多的精力呢 他们是放在单打上 好球 杨子反手摁了一板 很巧妙的直线 这个球不需要加力量 加旋转 只是把旋转能够能够压住 摁住 亚洲平方球锦标赛呢 已经进行了第七天 从六月三十号开始 那么从前天开始呢 陆续的拉开五个单向的比赛 整体的感受就是说 单向的比赛 它的激烈精彩程度要远远高于团体 因为团体 它整个实力 可能它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呢 单向 有男女单男女双混双 现在混双已经 结束了所有的比赛 冠军呢 已经产生是来自韩国的李湘秀和朴英树 那么昨天呢 这场混双比赛 韩国运动员李湘秀 朴英树呢 是战胜了日本选手 平野早始香和丹宇孝希 对韩国队来说 也是九汉冯雨露 非常的激动 能够拿到一个 感觉是比较意外的一个 混合双打的冠军 5 4 那么今天呢 将会产生男子双打和女子单打的冠军 5 6 6 4 我想两位小将还是需要在发动上面 特别是在相持当中的一些主动上面 能够去压住对手 不要和对手打成了一种纠缠的持久的那种比赛 感觉到两人都在 大家都在纠缠 大家都在 咬住比分 这样呢 对有经验的高宁和杨子来说 就非常有力 坐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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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赢上来 对了 那么这个球 大家看到在相持当中啊 高宁杨子呢 是拼命的 拉住 延安和周宇 那么延安和周宇呢 再不要也退到远台这么和他周全 尽量靠前 能够拼着 然后在防守当中啊 防住速度 防住落点来 好 好 这是中国男队的教练秦志俭 也是马龙许欣的教练 那么坐在他对面 新加坡队的教练是杨串宁 原来杨串宁和秦志俭 也曾经是江苏队的师徒 这样11比9 颜安和周宇拿下了第四局 两分的优势 这样双方在前四局战成二平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这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 让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胜利 船自古寓意一帆风顺 船型底座设计 冠运飞同凡翔 运动油腻 油闯天涯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继续为您带来在韩国釜山进行的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双打的半决赛 双方在前四局打成二平 看看第五局谁能够率先 在季局比赛当中赢得主动 发动的快发动的早 那么现在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进程比较慢的 是男子单打和女子双打 男单也是128个位置 现在只进行了两轮 女子双打的一共是32队选手 因为女单今天晚上也会决出冠军 女子单打现在对阵已经出来 丁宁对朱雨凌 陈梦对刘诗文 昨天在这个四分之一的比赛当中 是朱雨凌战胜了于孟宇 而陈梦是战胜了新加坡的名将冯天威 晋级到前四名 丁宁是这场比赛没打 因为她是不战而胜 就是郭月因为伤病弃权了 那么中国队呢 这次亚锦赛呢 主要还是 以让年轻选手 参赛为主 像南队呢 有樊振东 周宇和延安 包括像马龙许心 两位主力 参加本次亚洲锦苗赛 当然了 从整个比赛来讲呢 对于年轻选手 像周宇和延安来讲 更为重要 他们也更想 能够表现自己 有所建树 那么从团体赛来讲呢 延安是输了一场比赛 输了一场 李湘秀 郑荣石 输了一场郑荣石 韩国队的选手 周宇呢 他上场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单向 拉开之后 年轻选手 像周宇延安 非常希望自己能够 打好 像南单 南双这样的比赛 ces Shepherd 虽然挺URB的 的 由你来带很安全 筷子 突然 实际上 哦 和这次 年轻选手 人还是要往前上 靠近球台 杨子的拉球非常转 杨子是左手横拍 杨子原来是来自北京队 后来在国家女队 也曾经做过男包女 也在大赛期间 曾经陪女队 做出了贡献 高宁来自河北 刚才这个球周宇 是一板高质量的揭发球 反手拧拉 大家来看 这个球是既有突然性 又有旋转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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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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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把它弹成 关键是下面你发球 周宇反手 这个球领的是非常有数 几乎没动失误 所以你发球的话 一短一长 它不太吃生的 你发长的它用反手拉 它这球拉的话 拉得比较慢 你这球加持量 他一垒的球 形容比较累 它拉反而累 所以它的话 你说它一短一长 好 杨川琳教练 其实也是一个智勇 双拳的一个教练 因为当队员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了解他 就是他的智商很高啊 对这个乒乓球的理解力也很透 所以刚才啊 他就找到了破绽 周宇啊 这个习惯性反手拧 那么发球呢 可以去发一些长球来扰乱 长短结合 所以周宇和延安现在呢 还是比较困难的 想凶 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想稳 又很虚 8 9 9 9 5 这个时候只有勇往直前 只能往前进 不能往后退 所以经常他们讲的就是要扛 我们来看周宇这轮的接发球 短的 9 所以这个第二分啊 周宇对周宇来讲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考验 还敢不敢用反手拧 第一个拧丢了 没有拧 换了一个 还是用反手 但是搓 摆短 得分了 10 10 11 高宁和杨子啊 这两分球处理得非常的保守 大家都往后退 大家都往后退 你上 我往后退 一虚就往后退 这就是一种 偏保守 偏稳的表现 跳 10 12 进去 中国 这球呢 只能说是高宁杨子输给自己 所以中国运动员只要周宇延安能够坚持 这球希望还是非常大 这样3比2 我们稍后呢 接着为您带来亚洲乒乓球锦苗载的男双直播 气爽了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让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上位 狼牌特区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韩国釜山为您带来这场男双的半决赛 漂亮 看着机会 周宇的反手揭发球一板暴冲 那么现在啊 从整个场上的局势来看 就是周宇和延安呢 已经走过了最困难的那个台阶 这里面有周宇和延安在第5局最后的坚持 也有说对方自身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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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对于延安和周宇来讲 每一板每一分还要打得更加细致和严密 避免这种一时冲动 一领先 这个思维就不够缜密 这时候呢反而对手呢他也会更放松一些 5-8 这个球高宁拉得很巧 在停顿一下之后 反手放慢节奏 拉到了对方的正手 9-6 7-9 现在周宇和延安就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10-8 10-8 由周宇来发球 看看发球的质量如何 这样小将延安周宇呢 就以4比2战胜了新加坡的这队老将 高宁和杨子晋级男子双打决赛 将和许新马龙来争夺男双的冠军 好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先为您介绍到这儿 是由杨颖在韩国釜山设计体育馆比赛现场 为您做解说评论的 稍后见